歡迎大家收看《東周列國戰國篇》 今天是講《田丹復國》的第二輯 昨天我們大家都看到 齊國的人民已經在水深火熱 在植墨城等待有一個人去領導 然後去復國 那個人當然不是齊國無盜的君主 就是田丹的 蕭先生 這個故事裡面 我們在劇集中看不到的事 你想講給大家知道 我們講回這個戰國時候 春秋戰國的其中一個大英雄 樂毅的基本故事就是 首先大家要明白當時那些人 國家觀念不是很強 從這裏走到那裏幫人 打回自己的祖國 沒有向哪個國家忠心 你看到伍子衰已經是這樣的 樂毅本來是趙國人 但是我希望提醒大家 一個很出名的成語故事 就叫做千金是馬骨 首先要講回齊國和燕國的恩怨 燕國組任的王 他就聽他的臣子說 怎樣能夠做一個很好的王呢 其中一件事就是 我不會貪戀我的王位 善慧給他的臣子 好像姚遜那樣 善慧竟然給臣子 對 善慧給臣子 令到燕國大亂 因此 提國趁機打燕國 令到那時候的燕王死了 就滾了 就搶了燕國的寶器走 所以燕王復慧之後 就屢次深想報仇 但怎樣報仇呢 要找一個聰明的人幫自己才行 有一個人就向他獻一個計 他說 你有沒有聽見 以前有一個國王 他經常想找千里馬 他就找不到千里馬 於是他就用一千金 買一隻千里馬的屍骨 做什麼 那些人聽見說 他用一千金來買千里馬的屍骨 他說千里馬就得了 於是 每個都爭議把千里馬送給他 郭槐這樣勸燕超 他說 你現在在一個黃金台 拜我為相 這個就等於是千金是馬骨一樣 人家覺得郭槐這麼水肥的人 都可以做成相 還在一個黃金台來拜相 那些賢能的事都自然 不請而致 這樣就 引了樂藝出來 其實這樣就是 是嗎 這樣引了樂藝出來 是啊 這個很出名的故事 我們經常都有所謂的 廉婆 我們讀書的時候 廉婆和雙魚列傳是課程之一 除了讀過他這個故事之外 就好像其他都沒有怎樣讀過 其實廉婆的武功是去到什麼程度呢 廉婆是 我都說是趙國三個大將之一 一個就是 廉婆的核核之公不如趙車和李牧 趙車原本是收租稅的 到了平原君家 有人不交租稅 他走到平原君家 拘捕平原君的門下 平原大怒 要殺死他 你敢來我家裡生死 他說公子你的富貴 是靠趙國而來 如果趙國的法制不行的話 公子你也麻煩了 是不是 我現在是維護公子你的權益 公子你家裡抓你的門下不交稅 那也是 於是平原君很佩服這個人 結果他用他做大將 打敗了秦兵 他那招叫立兵法 就是一直忍著那些士兵 不讓那些士兵和秦兵打 讓秦兵鼓掃得很厲害 到那些士兵鬥志很旺盛一下 一下子撲出去打 這個用立兵法 然後距離對方很遠 眼是停在那裡不動 人家都看他不動的時候 一夜之間去逼近敵軍 就是這樣 這個趙車 到他的兒子就麻煩了 趙國就叫紫上潭兵那個 就是馬伏子 因為他封馬伏侯 他的兒子叫馬伏子 就是趙國 李牧也很厲害 李牧打敗兵奴 都已經可以擋住秦兵 他是不會打敗 他用兵是比較穩陣的 就是廉婆用兵是比較穩陣的 當然大家比較熟悉廉婆的 是另一個典故 就是後來他不用廉婆了 廉婆就生氣了 就跑去楚國 廉婆去到楚國 做大將沒有用 因為楚兵是挪弱的 他說不嘗試用趙人 我經常都希望用趙國兵 趙王想趙回廉婆回去 但是廉婆為了表示他的英勇 一頓飯吃十斤肉 然後上馬 揮刀 揮刀揮得很快很厲害 回到那個使者 趙王問廉婆還可不可以用 他說廉婆雖然年紀老 但是一頓飯還可以吃十斤肉 還可以上馬 還可以粗刀 不過是這樣 吃一頓飯他已經餓了三次屎 一頓飯三位置 趙王覺得廉婆不能夠用 因為已經老了 如果打仗 經常要去廁所 怎麼搞得行 廉婆老二 尚能飯否 大家如果想知道 《田丹復國》最後一集是怎樣 就記住不要錯過下星期一 《田丹復國》最後一集 到晚了 到晚了 到晚了